今天是921大地震 届满20周年 当年有2000多人不幸丧生 还有134个孩子 失去了双亲 当年有一个7岁小女孩 她被找到时 救难人员问她 小朋友你还好吗 没想到这个小女孩回答 我不是小朋友 我是小宝贝 听到这样的话 让在场所有人为之比酸 一转眼20年过去了 如今这些孩子过得如何 带您一块来关心 台中的东势 受伤的情形相当严重 救难人员又发现了 7名遇难者 加油 加油 没有关系 1999年9月21号 半夜1点41分 剧烈地震撼动台湾 无数家庭全变了调 我家里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 他们呢 不知道去哪里 全台2000多人不幸丧生 有134名未满18岁的孩子 因此痛失双亲 她是其中一个七岁的小静 全家七口只剩她一人存活 当年被找到时 救难人员问她 小朋友你还好吗 没想到小静回答 我不是小朋友 我叫小宝贝 我的这个时候好像是已经去 看到他们的尸体 当下就是说 为什么要留下来这样子 一转眼20年 从自我怀疑到接受成长 小静长大了 成为能够帮助人的健身教练 今天叫应举 传统应举来双脚与肩同宽 那时候就想说 一定是他们两个用 他们两个的命来换我们两个兄弟 阿汝和阿胜两兄弟也在地震中 失去爸妈 当年两人才16、17岁大 是最叛逆的年纪 幸好有亲戚的照顾 社工的开导 兄弟扶持一路走过来 家人有留一条命给你 你还在那边活活人这样 你不用管面对我 当年的小朋友花了20年完成这道 再见练习题活出自己的人生 把自己走出去之后呢 世界都是不一样的 记者这么报道